各位,這裡是個推特 說是一些陰謀論 說現在有部份昆蟲被加入到食品上 請大家留意這些奇怪的名字 第一個是食卒 然後是蟲蟲、草蟲、食蟲 這些昆蟲加到食物上 有沒有進行中是真還是假呢? 我從Wikipedia看到 昆蟲其中一樣就是Millworms 已經被批准用在食物上 它本身是Edible for humans 是可以吃的,沒有毒的 而在亞洲國家很多地方都會吃 通常會在街邊的檔口之類的食物 通常把它焗 這隻蟲在它成蟲的時候就不太好看 這個就是它成為蟲 所以它是準備生蛋 但是生完蛋之後 它就會變成Millworms 看一看是否看到 接下來 變成這些Millworms Millworms是吃口雜的 現在看到它應該是吃瓜類 其實這個是作為廢物處理 是一個挺好的食物 當然最好不要人類吃 用來當作是魚、魚、雞、其他動物的治療 這個我不反對 但我知道這件事已經在很多地方有用 剛才說了 傳統上在東南亞我們是吃的 不過進入西方國家的胃口 就應該在2017年瑞士批准應用 然後歐盟本身在2021年6月也批准使用 我知道有人特意養這些東西 混進麵包裡 因為可以增加營養 我們可以看到 100克這些Millworms 的Lava 含有206kcal 大約10-25克的Potein 所以蛋白質含量相當高 而現在也有Potein 就是甲 Capa 銅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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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的 微量元素 也有大量需要的Lenonic Acid 它有比起牛肉更加高的維他命 除了B12 這些Millworms 可以用Oaks 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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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 ryn 麥 拌摘 麥 麥 到底你們的食物有沒有呢? 唯有大家看食物的標籤 如果有這些東西的話 很可能真的有蚊蟲在食物裏面